中共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 被美国军机击落 7日 美国海军公布气球残骸的首批近距离照片 显示这几天海军人员日夜打捞的工作景象 多加外媒引述美国官员指出 气球残骸散落范围约有15个足球场 乘15个足球场这么大 而美国总统拜登同一天晚上 在国情咨询演讲中 警告中共不要威胁美国主权 拜登在演讲中 没有直接提到间谍气球相关四眼 但强调已经做到保护美国的行动 路透社8日引述不具名美方官员指出 美国赴国务卿雪脉7日在华府 已经向40个国家约150名外交官 简报中共间谍气球的调查结果 报导提到美方认为 这枚侦察气球上有太阳能板 意味所需能源比气象气球还要多 飞行途径也与天然的风向移动路径不符合 诸此之外 气球上还装有遥控堕和螺旋桨 因此认定是中共军方所控制 新唐亚特电视高炳银张瑞珍纵合报道 笔高炎银张尔